最近刀狼的一首新歌《罗刹海事》 迅速在全平台窜红 不知屏幕前的各位已经听过了吗 大家觉得这首歌怎么样 于up主而言 这首歌刷新了我对刀狼的认知 本篇我们就来聊聊刀狼和他的《山歌聊斋》 同时也来带大家回顾下 蒲宗林原著《聊斋之意》中的《罗刹海事》 其实在这首歌出来前 我对刀狼的印象还停留在《冲动的惩罚》 和2002年的第一场学礼 当然我不是丁泰生那样 靠说歌谋生的专业音频人 以我个人的审美来说 我并不觉得这些口水歌 有什么特别值得推崇之处 比起把上天追着给饭吃的嗓子 用来唱所谓的狼式情歌 我无疑更喜欢 王洛宾底下原汁原味的西部情歌 后来我发现自己还是太年轻了 你以为在开始其实已是高冠 你刀割还是你刀割 比后来的什么吴谦 PG旺之流的要高明不知多少了 之前曾有个做鱼记的朋友 因为见得多了 他对很多歌手其实并不怎么感冒 某些天王天后在他眼里 不过是升卡战士 但某次他聊起刀狼却满是敬重 他说他接触刀狼的时候 刀狼已是半退圈的状态 之前他大红大紫道 几乎无人不知 但他却一点都没有被曾经的声浪冲昏头脑 他还是勤勤恳恳的 买着头专心做自己想要追求的音乐 在新疆采风整理一些原生态的民歌 并没有趁着热度加紧发新专辑 更没有各种商业走学 他本人可以说是一点都没有明清的那种架子 过得就和我们普通人一样 不是特别善言谈 但非常和蔼平易 他说在娱乐圈大火之后 还能有这样的心态极其少见 他说刀狼是个天生的艺术家 之后肯定还会给我们带来更震撼的作品 当时我对他的说法是不置可否的 没想到专业人士就是专业人士 这首《罗刹海誓》出来的第一时间就打了我的脸 任何一个歌手用这样的歌名 我想我都会大吃一惊 更不必说是靠狼式情歌走红的刀狼 因为《罗刹海誓》是聊斋志意中 一个非常冷僻的故事 他远不如英宁 聂小倩这样的人妖爱情故事出名 别说娱乐圈的人 就是现在很多大学文学教授 估计读过的都很少 《刀狼》不仅能够古提新用 并且做成了一个叙事歌曲的改编形式 还改编的很贴合原著的风格 我觉得真是用心了 因为《罗刹海誓》原著的这个故事 本身就是很浓的反讽意味 普老先生借着妖怪骂人的技术 那是如火纯青的 敢于在这样一个时代 发布这样一首体材的曲子 我个人是很佩服《刀狼》的勇气的 一般人尚且避之不及 更不用说是一个曾经在圈内 大红大紫还吃到红利的人 却毅然决然要去亲手揭露 这罗刹国的种种丑态 我真心要给《刀狼》点个赞 所以这一期也算是我对《刀狼》老师的 一个道歉 当然歌曲本身并不只靠歌名 划众取宠 就像视频也不能全靠标题堂古人一样 一首歌是否能真正的被管为传唱 是需要歌词旋律唱腔等等碰撞出的 综合艺术表现力决定的 而《刀狼》的这首《罗刹海》是听着真的挺上头的 唢呐和贝斯的搭配更是杀疯了 唱法也回归到了一种更加原始的民族唱法 加上它本身很有沧桑感的嗓子 作为一个讲故事的歌曲 真的让你挑不出刺来 并且还越听越有味道 不知是最近几年内娱的风向变了 还是出版署的老师们审核水平越发高了 除了什么圣诞小路外 还能见到《罗刹海事》这样的严肃作品 值得庆幸 假如我是审核老师的话 看到这个歌名 估计不看个一百遍为尽 我是不敢盖章通过的 毕竟《罗刹海事》光这个题目就足够炸裂了 所以审核老师到底是英明生物 让我们大家都来感谢他 说完了歌名 接着我们来分析分析这首歌的歌词 虽然歌词本身并不长 同时也有重复的副歌部分 但歌词展现的链字水平 无疑是相当考究的 可以说刀狼从第一句就开始亮剑了 婆宗林的原著里 罗刹国的蓝本就是西面的沙额 原文是西去两万六千里有中国 歌词第一句交代了 故事发生地是在罗刹国往东两万六千里的地方 而这里是婆宗林笔下的中国 也是歌里的罗刹国 而第二句过七冲是指食物从摄入到排出体外 需要经过七冲门 而郊海是中医里的三郊 是五脏六腑水运行的路径 三寸之地可能某个流学女博士精细测量过 所以这个黄泥地你们懂的 就是肮脏不堪能飞翔的地方 下面的两句是巧用了两个成语 一丘之河和隐隐狗狗 把这两个成语化为了具体的地名 插杆是个旧时的老北京方言 是撑腰的意思 这里是特指为古代仙女们提供保护的靠山 通常也是瑶字的实际精英者 它叫马户 马户自然就是驴字了 下一句刀狼立马做了个性别转换 对应前文的一丘之鹤 其实听众不难听出 这里是把几个人对应成一个人的写法 因为他们是一丘之鹤 可能穿一条裤子 所以他们也骑行怪状 不男不女 接着讲到了 窑子里的老宝 是个十里花场里有名的幼鸟 可能确实活好 行业知名 江湖地位高 两耳棒间三孔鼻 是蒲松林原著里的描写 当然三孔鼻这个描述 也挺形象的就是了 可以三个鼻子通气 未曾开言先转定 这句我觉得看过之前 某国内音乐综艺节目的观众 应该都能对号入座 每一日蹲窝里把蛋来握 这句的意思是幼鸟 喜欢蹲在自己的窝里 培养像他一样的后背 老粉嘴一词 出自精品梅 意思是有嘴滑舌 能说会到 什么真话假话 都能说得滴水不漏 是语言艺术大师的意思 说白了就是语言POA大师 至于多半辈 怎么理解呢 应该是多的辈分不多 不足一辈 但他又有张巧粉嘴 能拿着这似乎高一级的辈分压人 并且还说得天花乱坠 然后两句就是拆字的 纯调侃 马虎和幼鸟 没有自知之明 连自我都不能清晰的认知 并且在中国的文化语境内 这两种动物 都有特定的影射含义 勾兰相信屏幕前的 各位老司机们 再也明白不过了 这种事嘛 当然必须要很高雅的嘛 就像某些娱乐节目一样 在这样的节目上 难怪公公这样的残障人士 也要耍一耍威名 接着出场的就是蒲宗林原著中的主人公马迹 也可以理解为是当年的刀狼吧 这样一个风度翩翩的华夏美少年 从西边来到了此处名为罗刹国的中国 本位生活拼搏 却在这里遭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马迹见着罗刹国里 是非颠倒黑白不分 马虎爱听那幼鸟的曲 这名两人相互包庇 互相吹捧 狼狈为奸 三根的草鸡打鸣当司成 草鸡一般指的是母鸡 司成是指公鸡打鸣报响 一般是在五根 但是在罗刹国里 三根母鸡就冒充公鸡打鸣 可见这里有多弄虚作假 时序不分 扮上门楣上表真情 这句其实是做什么 还要力排放的文艺说法 一般古人对家的界限感 看的是很重的 所以门是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是要完完整整 有极好的防护作用 而扮上门就和咸一贯是一个意思 就是透过门可以看到里面 大家都可以推门而入的意思 一般是特指古代 从事某种行业的女子 但是呢 这扮上门上还要表真情 这个就很过分了 对吧 钱你也赚了 事情你也做了 你还要往自个儿脸上贴金 加个好名声 这就过分了 下一句他红苗赤那个黑化皮 绿袖机关金香蹄 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表现这个幼鸟是竭尽所能 想要把自己装点的高贵些 能看切 然而他生来脸淡就黑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 这个改不了 还是一个脏的东西 接下来是副歌的部分 后两句改成了 岂有画堂登猪狗 哪来写吧 做如意 同样是以刺冲好 强行提升自己的咖位 挤进大雅之堂的意思 画堂大家可以理解为音乐的殿堂 也可以联想到某个之前提到的节目 可惜了大雅之堂上 却净是猪狗 而斜拔子可以认为是一个物件 也常常被中国人用来形容那些大长脸 虽然斜拔子和如意都是细长的物件 但才智和用途真是天差地别 不能相提并论 接下来还是重复的副歌部分 我们跳过直接来看歌词的最后一段 这也是人手歌里杀伤力最强的一段 爱字有心 心有好歹 爱这个字繁体里面有心这个字 但是心是有好坏的 虽然这个爱也是要分好坏的 所以百样的爱里面也有千样的坏 女子为好 非全都好 这还是一个拆字的梗 因为女子二字合成一个好字 但也不是全都是好的 还有黄蜂尾上针 所以这些好的背后是有一根毒针 是包藏了祸心的 西边的欧钢有老板 生儿维特根斯坦 这句其实是讲到了一个犹太人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他的父亲是钢铁大亨 他曾和将整个欧洲当成画布的小胡子做过同学 但他最终成为了一个哲学家 很多歌迷可能觉得这样一个西方人出现在罗刹海市有些违和 且听我慢慢道来 维特根斯坦作为哲学家最为人所知的是发表了《逻辑哲学论》 而这本书探讨了逻辑经验主义语言和认知之间的关系 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是人认知这个世界的基础 但是语言在很多情况下会受人的各种想法和欲望而产生激变 使得他在大多数时候并不能真实反映我们所想了解的这个世界 但他又已经被固化成了一种经验 从而进一步领响了我们的认知和理解 所以歌词中维特根斯坦还说了驴和鸡的问题 这个问题并不是要揭露或者讽刺驴和鸡 而是在人类看来我们如何能够摆脱设计好的语言和观念 来正确地认知事物的本质 去获得真正的是非观和对错观 这个是很难的 也是一个人类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很多歌迷朋友说刀狼老师这首歌就是为了还击某四个特定的人物 其实歌词的最后一段已经不单单是对旧日往事的倾诉和吐槽了 而是上升到了一个哲学上认知世界的高度 并且蒲松林的原著里既有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罗刹国 还有海誓有美好的龙公龙女 但这首歌虽然叫罗刹海誓 但是整首歌其实并没有提到一句海誓 通篇只见这个马虎又鸟耀武扬威的罗刹国 不得不说这首歌是相当有深意的 但毕竟还是收了收到 而在蒲松林的原著里 除了是非不分黑白无常的罗刹国 还有一个神人们常游玩不定期开放的海誓 大家可以理解为是《桃花源记》中的武林园 马记就是先在海誓内收到了东阳三世子的赏识 并把他带到了龙公 然后因为龙公内正常的价值观 他成为了龙王的女婿 海誓和龙公都是比现实世界更加美好的地方 这里一切都很纯净简单 没有那么多欺骗虚伪和黑白部分 马记在这里收获了一份爱情和孩子 但他最终还是选择离开了这个梦一样的地方 回到了现实世界 回到了他的家里 在经历了罗刹国和海誓后 马记又回到了开始的地方 又回到了中国 胡松林在这个故事的最后 其实用了一种南北朝智怪故事常用的留白的方式 就是在剧情的关键点上突然戛然而止 像上半年很红的鹅鹅鹅 这样的好处就是让我们可以自由地想象之后的故事 马记在经历了罗刹国和海誓的一番神奇之旅后 他又回到了中国 龙女再美好也无法在现实世界中和他长相厮守 他终要从海誓圣楼里醒来 至于现实世界怎么样 胡松林没有说 刀狼也没有说 但我想屏幕前的各位应该是听明白了 假如你问我 写歌只是为了骂人好不好 我觉得吧 歌曲是人类的一种美好的艺术表现方式 当然歌曲的创作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目的 仅仅是为了骂人 难免有些小家子气 毕竟财琴应该用到更有意义的艺术创作中去 不要像美妹一样分个手就要大费周章的出首歌 虽然有娱乐性但听多了也会疲劳 而这首《罗刹海誓》明显不单单是通过艺术的方式来回击一些人士 假如其中也确实多多少少有一些这样的设置 至少我觉得也还不坏 毕竟中华民族文化渊源流长 以礼待人 就算是对一些网为人的禽兽 中国人一向也是既有涵养又注意言辞的文艺批判 也不会像泼妇骂街一般口吐芬芳 我觉得刀狼这次《二十年磨一剑》的新专辑《山歌聊斋》这点做得非常好 是聊斋不仅仅是聊斋 里面除了《罗刹海誓》也有颠倒歌《花妖》等深刻的歌曲 它们都能让现在的年轻人感受到中国语言艺术的魅力 也让他们知道了艺术的涵养和克制是什么样的 并且它也向大家展示了文字或者歌曲的艺术创作初心是什么 就如同莫言老师所说的 文学就是为了揭露黑暗 歌曲一样 它们都是我们最常见的艺术表现方式 就像《诗三版》既是筷智人口的诗词 也是可以配乐歌唱的名歌 它不是温村村的来歌功颂的来阿谀产妹 而刀狼这一次是实大实的当得起艺术家这个称号 所以这二十年刀狼成长 他从一个歌手成长为了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我们的观众也成长了 过去他们能为狼式情歌叫好 而如今他们也能看懂这首饱含了中国文学艺术的《罗刹海誓》 所以时代在发展 虽然维特根斯坦提出的问题依然在今天困扰着我们 但我想人类文明还在进步 我们终究能够突破被各种媒体所包装的一系列假象 去看到真正的真实的 感谢倾听 我是燕心 我们下期再见